一旦超跑發生了死亡車禍 還燒成一團火球 新美式細紙 由駕駛開千萬超跑 在21歲女子準備出門吃飯 疑似當時車速太快了 加上天雨路滑 整輛車失控打滑 自撞電線桿 瞬間起火燃燒 駕駛送上送衣 但是女子則是當場 沒了呼吸心跳 送衣不值 他大加速甩尾 你趕快打電話報警一下 白色超跑在眼前甩尾 撞上電線桿 冒出濃濃白眼 下一秒竟然還起火燃燒 短短幾秒鐘 超跑瞬間起火 沿路地面也竄出火蛇 後方車內兩人 都被眼前畫面給嚇壞了 我要救他嗎 你去拉他 你去拉他 那你小心 路過的民眾和駕駛 立刻上前 將車內女子給拖下車 事發就在新北市細紙區 27號下午3點多 黃信駕駛開著千萬超跑 經過這個路口 但是因為天雨路滑 又疑似車速過快 整台車打花甩尾 滑行了30公尺後 直接撞上路邊電線桿 猛烈撞擊 造成駕駛耳朵撕裂傷 但副駕駛座的女乘客 卻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送醫後宣告不治 拼到一身 然後就是起火這樣子 原來28歲的黃信超跑駕駛 半年前和21歲的翁信死者 在夜店結市 這次要到汐池 接女方吃飯 想不到卻傳出噩耗 當時應該有下雨 還有積水 怎麼會開得這麼快 根據瞭解黃信駕駛開設房地產投資公司 不久前才貸款160萬 埋下這台千萬超跑 事後他更向警方表示 事發當下兩人都沒吸安全帶 才會釀成死亡意外 目前已經被移送偵辦 余天開車貪快 讓女大聲喪命 肇事駕駛勢 勢必得負起最大責任 這裡請張宇婕的新媒體報導